今天經過我們的偉大的Crington區駕後 我們現在嘗試開了一張 很緊張 開錯了一張 嘩 吃不到黃金一箱 首先把手機拿出來 這個手機是Travel Mode 這個Travel Mode的時候 我們就把手機放進去 稍後要上電池再上鏡頭 我們就上電池 電池的結構有兩粒電池 分別一座一座一座 我們可以這樣看看 金屬的位置向著進去上 記著我們要垂直上 跟著卡槽 就代表上鏡頭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 拍了兩張聲音之後 我們就要把Travel Mode變成 隔起屁股的模 不要說 隔起模 我們按一下之後 再按四下 它就會把手機升起 就會關掉了 應該不會 是不會關掉的 那如果它不會關掉 它睡醒了之後 我們就要幫它上鏡頭 鏡頭就藏在這個盒裡 我們這樣看 怎麼按 好 之後我們就打開它 是有一條繩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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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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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發現了雲台沒有的事 發展 好 好 好 然後就可以上掌 最後設定紅色就可以進去 上掌的時候我們有紅色和白色之分 紅色的話我們就好像其他飛機一樣 對應馬達的顏色 上去紅色那邊 我們上掌的時候 是箭嘴不配合的 扭到箭嘴配合 才可以上去 上去其他的醬 四個上得可當之後 我們就可以小心一點 這個遙控 部份專業的飛手就會喜歡用 Crystal Sky 我經常說Sky is Crystal 而這個電池就是這個螢幕 提醒一下 因為這個Crystal Sky 其實有一個獨立的保持 這個保持下面是一個Type-C的頭 這個Type-C的頭其實是假的 什麼意思呢 你要先插一條USB線在底下 OK 解決之後 好了 就上電池了 電池其實也比較容易上 就上進去 對嗎 在另一個問題 等一下 先插一下 好像沒有聽說 應該不會吧 啊 可以了 可以了 看 先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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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還沒按住 即是要打電池嗎 這樣 對 沒有聽力 先插一下 對象插上去之後 按下去 之後就放進去 好了 事件上來 我們就可以 打開螢幕 打開螢幕 同時可以 這樣按下了長按兩秒 開來的螢幕 這樣就可以 射進設備 而且同時可以 開來的 你看 這樣下了長按兩秒 好,記得每次起飛時都要檢查 例如反向高度、避障模式有沒有開啟 電源,保存、電池低電量,有否有電量低下 停下、燈燈燈,讓它來 沒有問題,便可以起飛 好吃 我通常會這樣轉 太軟了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